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谢霆锋和王妃曾经两分两合 在娱乐圈中算是也比较传奇色彩的爱情人物了 谢霆锋和王妃都曾经各自组建家庭 但是11年后两个人都分别离婚而再次复合 这样的爱情故事在娱乐圈中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了 有网友说谢霆锋死追王妃不放手 对王妃痴情一片 王妃一弯腰瞬间暴露了真相 这谁顶得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据悉谢霆锋和张伯芝离婚后 两个孩子都判给了张伯芝 于是谢霆锋重新开始追求王妃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祝福 很多人觉得两个人再次团聚非常不容易 这份爱情来之不易 从一些戏剧当中就能看出谢霆锋有多喜欢王妃了 王妃和谢霆锋出席一次活动中 王妃弯下腰的瞬间谢霆锋赶紧上前帮忙 这也能够看出两个人的关系 谢霆锋对王妃是真爱无疑了 谢霆锋曾经说王妃就是一个小女孩 当一个女人在喜欢的人面前时 往往都会表现出幼稚可爱的一面 王妃最终活成了歌里的模样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长流 简直不要太浪漫 而且每次和王妃牵手的照片 谢霆锋都会一直盯着王妃笑得很灿烂 对于这件事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感谢霆锋